和五人篮球项目相比,本届亚运会关于三人篮球的关注度确实是要小很多,但是中国三人篮球队的发挥却丝毫不逊色, 虽然是草根球员组成,但是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都在小组赛已经结束的比赛中取得了全胜,而男队更是以四战全胜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起了四分之一决赛。 这四场比赛中,中国队先后以22比14的比分击败叙利亚,22比6的比分击败日南,22点13分的比分击败叙利亚,21比16的比分击败泰国。 中国队的四位小伙子分别是肖海亮、曾冰强、黄文威以及陈弓,前面三位球员都是长期在一支球队征战,只有湖北球员成功,是在今年临时顶气吕燕佩入围的。 在比赛中,这四位球员的发挥都很平均,整体实力都非常不错。 在对阵泰国的比赛中,这四位球员,有三人得分是5分,一人得分是6分。 在今年的三人篮球亚洲杯的比赛中,中国队曾经获得过第五名,当时他们是输给了大洋洲球队。 在面对亚洲球队的时候,他们是全胜的战绩,所以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,三人篮球这个项目中中国南篮的实力依旧是第一梯队,而四分之一决散,中国队的对手是实力相对较弱的卡塔尔南篮。 在此前的小组赛中,卡塔尔曾经输给过日本,他们整体实力相对比较一般,也因为如此,中国队极有可能26日对战卡塔尔的四分之一决散,中轻松击败对手。 三人篮球,杀入,半届比赛的四强,是在独冠的中国队最大的对手,将会是实力不俗的蒙古队。 两年后的东京奥运会,三人篮球将会作为竞赛项目亮相,虽然国内三人篮球项目起步较完,水平和世界强队相比也有差距, 但是相信这些草根篮球选手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,不算的去刷新属于中国篮球的记录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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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